各位朋友们 有谁认识这个钥匙吗 这一次给大家展示这个钥匙 不是为了嘚瑟 是真的在寻找施主 谁的路虎车钥匙丢了 今天早上 我出来遛狗 结果呢 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一个车钥匙在草丛里面 然后谁的车钥匙谁过来找一下 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跟产坝中间的这个新修的这个步行桥上 桥上面有一个花坛 在花坛后面的草丛里面 相当于就是谁在那坐的时候 钥匙从裤兜里流出来之后 人没有发现人走了 钥匙在那 然后被我捡了 我想着车上不是有那种警报的按钮吗 我以为车可能会停在这个路边 然后我就把钥匙拿出来 在路边找了一路 路边也没有路虎车 另外我摁了半天 包括跑到旁边的这个小路上面 也没有找到这个路虎车 也摁了也没有什么反应 找了也有几十分钟了 所以 西安的朋友 如果说你三月二十 昨天应该是二十二号 三月二十二号 或者三月二十三号在 坝河边溜达踏青路营 把车钥匙丢了 可以联系我 这三只狗子拉雪橇可以啊 让我妈回去了 我带着果肉 沿着路边接着找 但是没有啊 摁了钥匙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甚至在路边连个路虎车都没有 或者说摁这个 摁这个警报这个按钮 怎么办 难道这个钥匙我还真的得带回家吗 关键是他把车钥匙丢了 他车子怎么开回家呀 或者我应该给果肉闻一下钥匙 让果肉出去找车 上 上 上 走 每天遛狗回来的必备流程 我今天还给你准备礼物了 你等一会我先把狗子喂来 零食 零食 他们可开心了 每天都这个环境都可开心了 镜头对着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 对不对 对 你没有给我准备礼物 对不对 我给我准备了 啥 看清楚 车钥匙 看清楚 路虎车钥匙 走 一压车库 带你去看车去 真的假的 哪来的钱 不可能 你一分钱都没有 你死吧 你死吧 三十浪浪岁的大男人了 你他妈笑的 三十浪浪岁的大男人了 还不能有个死亡钱 你死他 小小鹿虎 你死亡钱能卖个鹿虎 那这个钥匙哪来的 捡的 你说对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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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摸着他不像玩具 像真的 早上跟妈溜股 平时我不是跑步吗 然后今天早上妈跟我一块 然后三个狗子一块带 我就去到了那个桥上面 我再把地址 具体位置再说一道 在这个西安国际会典中心 跟产坝半岛 中间的这个坝河上面 新修了一个步道 一个桥 中间不是一个小岛吗 就在这个步道上面有一个花坛 在花坛里面的草丛里 被我一眼就发现了 然后有谁 3月22号 或者3月23号 大早上 8点之前或者9点之前 去过那个地方 车钥匙丢那 跟我联系 孤独过旅记 跟我联系 然后其他的朋友们 赶紧点赞 不是你拍视频了前面是吧 拍了 所谓一个博主 发生事情 第一件事情不就应该 我就看你这个说话的语气就行 长这样 那我也给大家说长这样 对就是只有一个钥匙 一个这叫什么 挂挂挂 八板 八板 一个袋子 只有一个车 没有任何的身份信息 那在路边 我在路边摁这个摁了好久 想找到车 一般找到车的话 就好找主人了 结果也没有找到车 所以就只有一个钥匙 跟我联系 孤独过旅记 跟我联系 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